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讲次是探讨教科书的第二章 什么是行销环境 PEST分析 以及 PEST的延伸引用 最后会讲到新兴技术与趋势对行销的影响 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共同讲解的黄老师 来我们讲解他的例子 请黄老师跟同学们打声招呼 并且带来他这次讲的例子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黄老师 本想是老师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享受精品的另类选择 共享平台的租借 共享经济的崛起 随着科技的与时俱进 为了满足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 共享经济和共享品牌也应孕而生 所谓的sharing economy 指的是现代网络 网绩网络发达的时代下 所有的科技产品科技的服务都能够被使用者或众人所使用 共享甚至于出租 而此种共享经济的模式强调的是资源的高效利用 透过科技平台能够使更多人方便的使用 共享和出租各种资源和服务 以满足现代人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回顾一下共享经济发展的历史 几年前由Uber跟Airbnb开始 这些共享经济平台的业者呢 带领消费者共享经济的热潮 虽然最后这些公司成功的善事 但是也有许多公司它黯然退出市场 创业的热潮已经退烧了 但是在市场上仍有许多很有名的共享平台 直到了两年前2022年呢 这些企业都能够有幸的存活下来 有了被更厉害的平台所取代 那共享经济到底有哪些实际上生活的应用呢 在周末的时候你可以租iRain 或者是隔上租车 载着你的亲朋好友开车游山玩水 如果在拜登上遇到了手机煤电 可以就近找到7-11或Family Mart租借行动电源 遇到下雨天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带雨伞的时候呢 你有爱心雨伞之外 还有台北捷音公司 在捷音站提供的共享雨伞的服务 让你不用担心被雨淋湿了 接下来我们再请俊志老师来进行本章节的介绍 感谢伟人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什么是行销环境 简单来说行销环境是一系列内部和外部的因素 这些因素会影响公司 如何与目标客户建立关系 并且维持成功的联系 我们可以把行销环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围观的环境和航空观的环境 围观的环境是指那些直接影响公司内部的因素 包含公司本身 公司的资源能力和结构 或是公司的文化 领导或是财务状况 都是围观环境组成的重要部分 例如一家科技公司 可能会用投资来研发或者竞争优势 另外一个供应商 供应商是提供公司制造产品 或是服务者所需的原物料的部分 比如说汽车制造商 他会依赖多个供应商来供应他引擎的零件 轮胎或电子相关元件等等 另外还有行销资源的部分 这些部分是实体帮助公司推广 销售和分销产品 最终给消费者的这个部分 包含了转销 物流的分销 或是行销服务 这些相关的东西 最后还有提高竞争对手的部分 竞争对手是市场上提供类似产品 或服务给同一客户 或其他给其他公司 例如智慧型手机的制造商 他们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个竞争 还有客户 客户是公司希望服务的目标市场 他们的需求偏好行为 对于行销策略会有显著的影响 这是所谓的围观环境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进到宏观环境 宏观环境是属于比较外部的部分 例如人口因素 人口的规模 结构和分布 像台湾目前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可能会渐渐影响到 行销市场 可能就会多出一些 适合老人家使用的行销产品 像这样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是经济 经济的部分 比如说通膨 失业月月 或是消费者的购买能力 像金融海啸 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可能会使消费者 他们就不再购买所谓的奢侈品 而是专注于基本的需求为主 另外是自然的力量 包括自然资源 天气的模式 或气候的变化 像我们农业公司的策略 它会因应气候的变化 来适应来改变它的作物 那另外是技术的力量 技术不断的进步 或使公司如何交付和宣传 其他的产品和服务 例如电子商务和移动的应用 逐渐兴起来改变了零售业 还有接下来是政治的力量 包括政府的政策 法规和政治的稳定性 例如进口关税 或环保法规的改变 会影响公司的供应链和生产成本 那前阵子可能是二行程机车 它可能在二行程机车 我们政府立了新的环保法规 所以二行程机车就逐渐退出了市场 那接下来我们提到的是文化的力量 什么是文化的力量 其实文化的力量是包含 机构和社会的价值 来说到消费者的行为和偏好 比如说一家要拓展到全球市场的公司 可能会考虑文化的差异 来定制其行销的策略 或是行销的产品 那例如说在那个清真呢 那比如说我们国家如果要销售到 回教国家的产品 都会透过一些清真的认证 这跟文化就有比较相关了 接下来我们让委员老师 继续带来我们共享经济的范例 好 谢谢君志老师上述对于这个行销 宏观跟围观环境面的介绍 老师在运用共享经济外送平台 著名的例子来做一些补充 首先谈到有关Fu Panda的部分 Fu Panda是一家位于 德国总部的外送平台的公司 它协助了多国餐厅进行的外送 跟叫餐的服务 它利用了手机应用程式 和网站提供的消费者订餐 包括了上万名排队的店家 餐厅美食以上千家便利商店 生鲜杂货以及生活用品的商家 透过全台24小时的服务 将订单发送给餐厅之后 由外送员负责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网友对Fu Panda的使用体验的分享 它是一个很方便 在家里可以订餐 方便又快速 外送员辛苦了 小猫真是我生活上的好伙伴 帮助我的日常生活更为便利 Fu Panda的订阅制 年费仔细算 其实挺划算的 因为送的优惠券超过年费很多 第一次用熊猫外送平台 真是太划算了 Fu Panda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 给我身心灵的大大的满足 那再就Uber Eats来看的话 Uber Eats是Uber旗下的送餐的服务 提供了多国的食物的订餐以及配送 在这个后疫情时代的改变 和现代人消费方式的变化 Uber Eats的广告词 说着今晚我想来一点 这样的台词是非常的爆红 也是许多的消费者爱用共享服务的平台之一 那Uber Eats的用户 透过Uber Eats网站选择美食或生鲜杂货 加入所谓的优享方案 想不见次数的零元外送费的优惠 消费者对Uber Eats便利共享服务的留言 有这样子的留言 这边非常清楚 非常人性化 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它 那餐点如果出错或遗漏的话 退款超快速的 快速又好用的APP功能 立马订餐美食吃起来 非常的方便 几分钟就可以把美食送到家 资源的店家很多感觉还不错 所以总体而言 福片达跟Uber Eats都是外送平台的业者 他们都能媒合众多的美食 小吃的供应商 以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但更有趣的是 前些日子传出这两个 外送平台的业者要合并的消息 也预告了下一个主题的内容 行销团定有着 变化多端的不确定性 以及很难预测 以及整体性 科技对于供应商与顾客之间的关心 也是非常大的 感谢黄老师对我们带来的这个有趣的例子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一些琐碎比较小的行销环境的特性 这些特性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行销环境的复杂性 并且对企业的决策做出明智的行销决策 那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客观性 行销环境存在于企业的外部 不只受了企业本身还受了企业外部的影响 比如一间汽车制造商 它没办法控制全球的经济状况 这就是客观性的其中一项 那综合性呢 行销环境的各个因素 彼此相互的依存相互的影响 例如一个新的政府政策 可能同时影响到经济或是社会环境 动态性 行销环境的因素会不断的改变 流动不是静态的 例如竞争环境和消费的喜好会不断的改变 不确定性 行销的环境相当的复杂 相当的难预测 会有许多的不确定性 例如自然灾害或是全球事件 可能造成对市场的意想不到的影响 差异性 在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企业 面对着行销环境存在的差异 例如高科技环境和传统产业都不同 那接下来是相关性 行销环境会对企业的行销方针 组合或产生直接的影响 例如环保意识的提升 可能会造成产品和设计行销上面的改变 制约性 行销环境会对企业的行销活动 或是某种限制 产生某种限制或是条件的约束 例如法规 限制广告手法可能会要求食品公司在产品包装上面 提供营养的讯息 那接下来是挑战性 环境的变迁会给企业挑战 再来新的挑战 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再来因应变化 例如市场的饱和 可能迫使公司寻找新的市场区隔 接下来是风险性 行销环境中存在着许多风险 无可不怕掌控 需要加以评估 风险可能包括供应链断链 像曾经的COVID-19 导致许多的公司 他的供应链突然的断链了 那就可能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再接下来是整体性 那整体性其实包含了围观和宏观 是两个部分 不会只看整个部分 所以整个在行销环境当中 企业要考虑到 比如说供应商 竞争对手 文化因素 政治因素等 多个因素的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委员老师 继续分享他的带来的例子 那谢谢俊志老师有关于环境特点的介绍 老师在这边再接下去去分享 有关于共享经济交通类共享平台 一些实际上的例子 在台湾交通的共享平台有很多 其中刚才提到UberEats的母公司 Uber就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共享租车的一个软体 它将乘客跟司机连结起来 提供便捷的载客的车辆 租认以及共乘的服务 UberEats也是台湾官方推出的一个自行车的出租的服务 提供24小时的租赁 方便民众在短途出行 LiteTaxi则是近年来通信软体成立的共享租车的软体 那Iran更是有名的汽车的共享平台 提供24小时的自动租车服务 那便捷的租车 Iran的租车流程和多样化的车辆选择 使消费者他可以在很轻松的环境之下 完成预约取车付款和还车 那T-Bike则是台南市专属推出的公共自行车的租赁系统 而这样子的T-Bike导入24小时的随时租借租还 而GoShare则是电动机车GoGoro 它所成立的电动机车共享租车的平台 它涵盖了多个县市提供了便捷的换电的服务 然后Wi-mode的Scooter则是台湾共享机车的平台 营运的范围涵盖了台北市 新北市和高雄等地提供了多样化的租车的方案 和便捷的租借流程 所以总体来讲这些交通类的租借平台 大体上都能够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但更有趣的是这些业者 彼此之间到底有无地区差异性的限制 也呼应了行销环境的差异性 也值得行销的实务工作者去深度去做一些分析跟探讨 例如说U-bike跟T-bike整体归纳起来 它就是一种PEST行销宏观面的重要分析方法之一 好 感谢黄老师精彩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就真正深入来探讨PEST这个分析的工具 正如黄老师所说 PEST是一种分析行销宏观环境的重要方法 它帮助企业深入地了解外部环境 对其营运的潜在影响 PEST包括四个部分 所谓的Political Economy Social和科技Technology 这四个部分的一种模型 首先我们来看看政治因素 政治环境对于企业的营运有着重大的影响 比如说政府的政策 法规和政治的稳定度 都会影响企业的决策和营运 例如竞争法规 可能会限制企业的市场行为 并且贸易限制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出口业务 而税制的调整也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营运能力 企业需要密切的注意政治的环境变化 以及事实的调整策略 以及因应潜在的风险和机遇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经济因素 所谓Economy 经济环境关系到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市场的机会 经济指标 比如说经济成长率 利率或通货膨胀等等 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和企业的投资 物资决策等等 例如在经济衰退的时候 或是金融海啸的时候 消费者的购买力就会下降 企业可能需要调整产品的定价 或推出更多经济的产品 维持它的销售动能 而在经济繁荣的期间 消费者的购买力会提高 企业则可能会有更多的市场机会 第三个因素则是社会因素 社会环境涉及的人口结构 价值观念和生活的方式等等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 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 例如人口老化 台湾现在人口老化相当的严重 可能会带来医疗保健 和养老产品的市场机会 例如教育或是教育水平的提高 可能带来更多高端产品的需求 此外生活方式的改变 例如健康意识的提高 也会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 区业需要密切地注意 这些社会环境的变化 并且根据消费者的需求 来调整产品和服务 最后我们来看看科技的因素 科技的环境变化 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给予和挑战 比如说网机网路 自动化科技和新产品的创新 都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营运和竞争力 例如电子商务的兴起 可能很多人原本在实体商店购买产品 后来他可能变成在网红上购买产品 然后在实体商店只剩下 就是挑产品或是看产品 适不适合自己的功能 另外移动的应用普及 为企业带来新的行销的服务和通路 企业需要紧跟着科技的发展的步伐 并利用新的技术 提升营运的效率和竞争力 总体来说 PST可以协助我们做一个 全面的行销分析工具 它帮助企业深入了解 外部环境的变化 以及对其营运的影响 透过分析政治 经济 社会和科技等四个方面的因素 企业可以更好地应对环境的变化 所带来的变化 以及风险和机遇 并制定更加有效的行销策略 好 接下来让委员老师 来为我们分享PST的例子 好 谢谢君老师 对于PST这样的内容的深入介绍 老师这边在以共享经济 台湾旅行跟住宿的共享平台的实例 来做一些补充跟说明 Airbnb是一个全球 以全球为范畴的共享租屋的平台 提供短期的出租跟房间 让游客可以透过手机的APP跟网站 去搜寻独特的房间来源来租认 体验当地的风俗民情 KK Day则是一个平台 虽然主要提供了一个旅游活动和体验的预定 但也涵盖了一部分住宿的服务 使用者可以在平台上预定 各类的旅游项目和特色住宿 可以涵盖全球多个旅游目的地提供丰富的旅游的体验 使用者也可以找到各种特色的住宿和旅游的活动 则提供有效的优惠券和特别的折扣 吸引使用者来预定 台湾State这个台湾好树 则是由台湾观光局 现在叫观光署认证的民宿平台 提供合法认证的民宿资讯 确保游客住宿品质的安全 所有住宿经过台湾观光署的认证 确保合法和安全 这个平台也提供了详细的住宿资讯和使用者的评价 使用者可以透过台湾各地特色的民宿和旅馆 所以具体而言 这个共享经济和平台的兴起 其实就是企业受的经济环境 因使用者喜欢比较 以及科技环境影响所产生的新的business model 也就是所谓的商业的模式 再把时间交给俊哲老师 好的 感谢维伦老师带我们精辟的介绍 除了PSD分析之外 这是一个基础的框架 可以让我们全面的审视 影响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 和企业面临的挑战日益复杂 有些企业可能在PSD基础的分析之上 进一步的延伸 纳入更多面向 也获得更全面的洞察力 例如说SLEPT分析 但这个分析他多加了法律和道德两种因素 那在同时考量到外部环境之外 我们都多加了法律因素 比如说法规 法律制度 或是诉讼风险等 这些对企业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例如隐私保护法 可能会改变企业收集和使用客户资料的方式 道德因素 随着社会意识的提高 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企业的道德操守 企业需要考量他自己的行为 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以及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接下来多加一个SPENT分析 它其实在PEST的分析上纳入了自然和环境 所谓的自然它其实包含了几项因素 比如说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资源枯竭 这些都会对于企业应用和供应链产生影响 企业需要制定相对应的策略来因应降低风险并且持续发展 环境因素随着近年来环保意识的高涨 气候需要考量到他的活动对环境是否有相关的影响 比如说减少碳排放 或是减少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或减少发展绿色产品等等 接下来是PESTEL分析 这是另外一个常见的延伸版本 它也是建立在PEST的基础上 它除了考量环境、environment、法律、legal 这是跟SPELT相类似的部分 其实将道德因素转换成环境因素 接下来另外一个也是更全面版的延伸 这个其实包含了相当多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包含了经济 另外一个部分 这包含了社会、技术、经济、环境、政治、法律和道德因素 它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视角 来协助企业制定更周全的策略 这些PEST的分析延伸 可以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来审视企业所在的环境 纳入了这些环境之后 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 我们现在的企业处于什么样的情况 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来做出相对应的策略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各式各样的PEST之后 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兴技术 就是另外一个本课程的最后一个部分 新兴技术和趋势对于行销环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让我们看一下一些关键的技术和趋势 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人工智慧 AI可以用于数据分析 预测建模或是个性化行销和客户服务的相关的部分 AI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了解客户需求 提供更精确的产品或是服务 提高效率并且结成成本 例如零售商可能使用AI来个性化建议 提供根据客户的购买历史和偏好 来向他们推荐产品 数据的部分数据主要是用于预测或是优化价格策略和改进产品的设计 透过这种大数据分析 企业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客户 精确的鉴别目标市场并提高市场的反应能力 接下来是物联网的部分 物联网的设备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数据 用于分析和洞察 从而改善产品的性能和测课的体验 企业可以开发物联网相关的设备 提供更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并且提高营运效率 另外一个就是VR和AR的这两个技术 这两个技术可以让使用者或消费者引人入胜 可以吸引消费者提高他们的参与率 企业利用这些技术来建造创新的行销活动和体验 吸引更多的客户 接下来又是区块链 区块链所提到的是可以分散式的做数据记录和安全性 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和透明度 并且针对这些供应链进行追溯 智能合约或是数字资产等方面的管理 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那最后的趋势就是可持续性和环保 那我们来谈谈这个可持续性和环保 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 在这个重要的趋势之下呢 其实这是一个当今不可忽略的关键趋势 对企业的行销策略来说产生生远的影响 企业可以制定环保政策 以确保其产品和业务营运服务可以持续性的原则 并利用可持续性的原则来创造产品形象 造就更多环保与社会责任感的客户 吸引更多对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 有需求的客户 例如企业可以致力于使用再生能源 采用循环经济的模式 减少塑料包装的使用 了解消费者对可持续性的关注 并且制定相对应的行销策略 这是一个未来不可避免的趋势 那最后呢 我们来请黄老师来帮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案例 好 谢谢俊哲老师 科技环境对于行销的影响 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呼应本讲是一开始的例子 我们提到了Shielding的Economy 共享经济带来了新的商机跟生活方式 让人们呢 其实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去使用资源 创造更多的价值 也是一种行销核心概念的展现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俊哲老师 好的 那我们来最后进行一个总复习 第二章的课程我们到底讲了些什么 其实主要涵盖的就是行销环境 PEST的分析以及PEST的延伸应用 最后我们提及了一些新兴科技和技术呢 影响行销的主要的部分 首先呢 行销环境 包括围观和宏观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围观环境呢 是直接影响企业公司内部的本身因素 譬如说公司本身啊 供应商啊 行销资源啊 竞争者啊 以及客户等等 那在外部的部分也就是宏观的部分啊 就是包括人口啊 经济啊 自然啊 技术啊 政治和文化等等 行销环境的特性有客观性 综合性 动态性 不确定性 差异性 相关性 制约性 挑战性和风险性整个 包括十个方面啊 那接着我们来探讨的就是PEST啊 所谓的Political economy Social and Technology 政治 经济 社会 以及技术科技 施打因素啊 有助于企业了解外部的环境 但是PEST主要是针对外部环境啊 政治因素 包括政治法规啊 或是政治的稳定啊 会影响企业的决策和营运 经济因素呢 则影响到消费者 则是关系到消费者的购买力和市场机会 经济指标会影响消费者或是投资的决策行为 那社会因素呢 比如说人口结构 价值观 生活方式等等影响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 科技呢 比如说网路 自动化 产品创新等等 会影响企业的营运能力啊 那除了PEST的分析以外 我们还可以延伸到更多的面向 例如说SLEPT分析额外纳入法律和道德的因素 SPENT分析额外考虑自然呢和环境的因素 PESTEL分析PEST在PEST的基础上 我们加入了环境和法律 那另外呢 最后这个就是包含了 社会 科技 经济 法律 环境和政治道德因素 透过这样的分析啊 来协助企业更了解整个环境的变化 那新兴科技呢 也就是我们最后提到的一些新兴科技的影响啊 新兴科技的趋势和趋势会影响到整个整体的行销环境啊 比如说啊 人工智慧应用于数据分析啊 个性化行销等 数据分析呢 应用于预测需求 价格优化 或是改善我们的产品设计啊 互联网呢 提供了更多的数据 希望可以可以提升企业对于消费者的需求啊 或是改善产品的性能以及体验 那VR AR呢 这种实际增强的体验 可以吸引消费者在更深入的了解产品 或是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有更深刻的感觉 那区块链其实主要在于信任和透明啊 就是保护消费者的安全啊 或是应用于供应链领域 可以了解更多供应链的一些记录 那最后呢 我们提到的可持虚信和环保啊 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啊 企业可能要如何制造 如果我要我要如何节能减碳 或是使用再生能源 或是减少塑胶 或是进行循环经济的制造 那行销的环境呢 日新月异啊 企业需要全面分析内部跟外部的因素啊 把握这样的趋势及及时的调整 才能在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啊 希望以上的总结呢 对这个同学能够掌握本章节的精髓啊 好的 很开心同学能够听到最后啊 那今天我们第二讲的部分 就请我们的AI老师ChairGPT为我们进行今天的总结 大家好 我是AI老师ChairGPT 今天我们的行销课程真是丰富多彩 现在让我来帮大家快速总结一下 首先 陈骏志老师带我们深入了解了行销环境 及其两大层面 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 微观环境包括公司本身 供应商 行销支援 竞争对手和客户 而宏观环境则涵盖人口 经济 自然 技术 政治和文化因素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影响着企业的行销策略和决策 接着 黄文仁老师分享了他对共享经济的见解 并以Food Panda和Uber Eats为例 展示了共享平台如何通过高效利用资源 满足现代人的多样化需求 共享经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带来了新的行销机遇和挑战 我们还讨论了PEST分析这个重要工具 涵盖了政治 经济 社会和科技四大因素 这些因素帮助企业理解外部环境的影响 从而制定更加有效的行销策略 黄老师进一步延伸介绍了 Slept Spent Pestel和Steeple分析 这些延伸模型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 审视企业所处的环境 纳入法律 道德 自然和环境等因素 为行销策略提议更多洞见 最后我们探讨了新兴技术和趋势 对行销的深远影响 人工智慧 大数据分析 物联网 虚拟现实和区块链技术 正在重塑行业和市场 为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同时 可持续性和环保 也成为行销环境中的关键趋势 企业需要适应这些变化 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行销策略 总之 行销是一个动态而有趣的过程 充满挑战和机遇 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 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多多观察行销的妙招 发现更多乐趣 我们下次见 Keep marketing smart and have fu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